就是專業的救火隊 幫了很多人擋一些災難 不錯啊 就是像棒球賽那種救援投手 對 MVP MVP 以救火大隊之資 蔡凡希一身西裝現身品牌活動 其實深夜才接下任務替王伯傑帶打 請他一下 哥有傳訊息給我 我們有稍微聊一下 他有謝謝你 對 我有關心他 基本上我只有帶AMO出門會開車 對 基本上可能根本有吃飯啊 或是等等 因為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喝酒 所以我基本上出門吃飯都是坐艦車 畢竟才跟王伯傑合拍電影96分鐘 培養出好招情 他坦言看見新聞嚇到也直言酒駕不好 我真的本人一直很討厭酒駕 我其實那天去看球 我也是搭車到行裝去看 這一次王伯傑開著謝欣穎的車 想在愛犬去寵物店洗澡 人卻還在宿醉狀態 前一天跟女友開心看球賽 接著續團到十二點多 其實王伯傑喝酒誤是非 頭一回 三月和修傑凱等人 捲入KTV鬥毆事件 而修傑凱這次不互斷 正在新加坡拍戲的他表示 這真的是錯誤示範 前女友柯佳彥也曾抱他 常喝醉失控 這個事情有信心嗎 自己也提醒大家 我們在外還是要謹慎 因為安全 所以標準 曾在2008年 擦書愛火兩年後分開 外傳南方貪杯就是主因 更一度鬧出極端行為 轟動一時 如今王伯傑正義加義丟了代言 北影頒獎也換人 大雙形象